伴吊死鬼变吊井意外 台大生情况不乐观 前天晚上 伴上吊鬼却变吊井意外的 台大会计系一年级谢信同学 还未脱离险境 情况不乐观 家属和同学们彻夜守在医院 为他集气 谢信同学是在参加台大管院 营队举办的夜间教育活动时 担任闯关游戏的关主 在校园的梁亭 伴吊死鬼吓人 伴活动告一段落后 他还没回来 同学们到梁亭找他 竟看到他的脖子掉在绳子上 下半身摊在地上 但悬吊的梁柱高度约200公分 他有170多公分 他站的椅子约有50公分 照理说不太可能被勒死 吊着的时候 他脚应该 即使是地面也都可以找距离 所以就是很奇怪 警方见识人员彩政后认为 没有加工自杀或加害迹象 可能是他在架塞神圈时 不慎跌倒 脖子被神圈套住 身脱不开后窒息 医师表示 当警部被绳索背井 血液无法打进脑部 会造成脑气包坏死 完全恢复可能性不高 台大高层下令 全力抢救 希望可将他从鬼门关前 拉回来 动新闻集气 报道